这档课我们把肖八第二套卷的多选给同学们去讲完 大家把书拿出来翻到13页 我们来看13页的17题 以下关于精神或者意识说法正确的由 A 人类有意识的实践是主体自我实现的精神活动 是不是很多同学A选项都读不懂啊 没有冤枉你们吧 可以在谈目里面告诉我 我猜80%同学读不懂 其实很简单啊 来 拿出笔啊 拿出笔做两件事 第一 把人类有意识的把它一圈 圈起来 把那个实践前面的人类有意识的把它一圈 圈了吗 好 再把后面主体自我实现的一圈 主体自我实现的一圈 圈了吗 好 你把它圈掉的 再把它去掉 你再读 他说实践是精神活动 有同学不理解 啊 为什么那个圈的可以去掉 因为它都是修饰啊 都是修饰词 你看人类有意识的实践 它不是在修饰实践吗 主体自我实现的精神 不是在修饰精神吗 修饰的我可以把它去掉啊 做考研英语阅读也是这样啊 那个 那个 那个长篮句 T篮了 有些东西你可以把它去掉吗 你可以把它简化吗 是吧 那么这个A选项 一简化 它也表达的意思就是实践是精神活动 对啊 错 错了 我们说实践是客观物质性活动 来看屏幕 实践是人类能动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性活动 对不对 是物质活动 不是精神活动 A 错了 B 人类的任何实践形式都离不开意识活动 对不对 对的啊 对的 B选项是正确的 人类的任何实践形式任何实践活动 它离不开意识的指导 啊 他表达的意思是这个 那你想想我们的任何实践活动 是不是都离不开意识的指导呢 是的啊 包括你去吃饭 你说你到底吃什么 你大佬是不是会想一下 这不就是意识在指导你吗 是吧 B正确 C 精神文化条件也是制约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活动的重要因素 也是正确的 那么他要表达什么呢 他要表达精神或者说意识的发展水平 精神条件 意识条件 它是制约人们实践的重要因素 因为意识可以指导实践嘛 那么你这个意识的发展水平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实践的发展水平呢 是我们讲实践决定认识 但认识它也可以反过来作用于实践呢 它是个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 所以C正确 D精神的力量可以代替物质的力量 还是一样 你把那个得力量一圈 精神得力量把那个得力量一圈 物质得力量把得力量一圈 它的意思就是精神可以代替物质 能代替吗 能不能 不能吧 我晚上吃的饭 吃特别饱 吃了个米饭 那我能不能不吃饭 我就用发挥意念的作用 发挥精神意识的作用 我就在那想 我想象自己吃饱了 它是真的能吃饱吗 不能啊 这就说明了意识不能代替物质 我这天天想刘一飞 刘一飞能真的跟我结婚吗 这有些东西是吧 精神不能代替物质 所以这个D错了 选B跟C 18 题干T长 我们先读选项 翻过来 我们先看选项 人们已经完全掌握了 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记不记得 在这套卷的单选第一题 我讲过一个问题 在做哲学题目的时候 题干里面 但凡它说 说一些非常绝对的词 什么完全已经唯一之类的 都可以把它插掉 是不是又翻了那个问题 已经 这已经非常绝对了 还再加一个完全 是绝对的绝对 是双重绝对 所以这个A肯定是错误的 我们讲啊 人对于自然界的这种认识啊 它会随着实践的发展水平 而不断的发展 随着实践的发展 而不断的发展 所以我们说认识具有无限性和反复性 什么叫无限性 那就是人的认识是无止境的 因为实践无止境 所以认识它是无止境的 人类不可能已经完全掌握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你说咱们这个地球上 自然界里面还有没有东西是我们人类没有掌握的呢 绝对有 绝对有 所以这个A错了啊 B实践不仅产生认识的需要 而且为认识的发展提供了手段 说法是正确的 选不选 我们待会儿回到题杆里面再说 C物质运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进行 D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一个过程 ABCD说法都正确 选不选呢 A需要去读一下题杆啊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去读题杆啊 你先看那个B啊 它说实践不仅产生了认识的需要 说的就是实践决定的认识 是吧啊 而且为认识的发展提供的手段 是不是这样呢 题杆里面有啊 题杆在讲什么呢 题杆在讲长安大学啊 他研究了一个北斗高精度监测设备啊 那么有了这个监测设备之后呢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监测设备 分析出滑坡 它所所处的这个变形的阶段 从而发出准确的预警 是不是在讲这个 是吧 那么他讲的这个分析出 滑坡所处的变形阶段 从而发出准确的预警 这个预警是不是一种认识啊 那这种认识怎么来的 是根据 北斗高精度监测设备监测的数据分析出来的 对不对 而北斗高精度监测设备怎么来的 是不是实践创造出来的 是吧 那为什么以前没有 现在有 那是因为实践发展的了 是吧 实践发展的 实践发展的 所以 实践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工具 它也变得更先进了 那么由此 带来的 带来的这个 呃 好处就是认识 它也可以得到发展 所以这就说明的是什么呢 说明的实践 它产生了认识的需要 而且它为认识的发展提供了手段 在这道题目里面的手段 就是那个高精度的监测设备 是吧 B正确 C 物质运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进行 这道题讲的是那个滑坡 是吧 有同学不理解 这里面哪里有物质运动 滑坡难道不是物质运动吗 是吧 你看那个山坡 从A点滑到了B点 它不就是在物质运动吗 而这个物质运动 这个滑坡的过程 它是不是有一定的时间 它是不是在一定空间中进行 所以B正确啊 然后那个D 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个过程 你看滑坡 它有一个过程啊 在提杆里面也有 提杆里面我们翻过来 13页的最后一行 最后后面 那个6小时 看到没有 它说6小时之后 一起体积达 10万方的黄土滑坡 发生 从预警产生到 它真正滑坡 用了几个小时 6个小时 这不就说明 它是个过程啊 滑坡是个过程 所以都体现了 选B C C D 19T 率先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企业 怎么着 那你做这道题目 你首先就得去理解 什么叫率先提高 劳动生产率 举个例子吧 比如同学们 现在背单词 现在整个考研的同学 全行业背单词 一个小时 大家都只能背 60个单词 你现在特别猛 你一个小时 能背 120个单词 来告诉我 你背单词的速度 相对于全行业考研的同学而言 是不是效率更高 是的 这就是率先提高 复习效率 是吧 在这道题就是率先提高 劳动生产率 那怎么着呢 A 个别劳动时间 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它指什么呢 指生产单个商品 所耗费的时间 那咱先回到这个例子里面 来看屏幕 现在整个行业考研的同学 一个小时能背60个单词 那么 平均到一个单词头上的话 耗费时间多少 一分钟 对不对 而对你来说呢 你背一个单词需要多长时间 半分钟 那么 你背 单个单词所耗费的时间 是不是比全行业 整个社会考研同学 被单词所耗费的时间 更少呢 是的吧 所以A选呢 生产单个商品的 个别劳动时间 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A是正确的 B 生产商品的个别价值 低于社会价值 价值有什么决定 劳动决定 劳动决定价值 它是这样一个推导顺序 来 来看屏幕 看屏幕 这个很重要 劳动 创造价值 所以劳动决定价值 价值决定价格 也就是说啊 比如说一个钢笔 它能卖多少钱 是由价值决定的 而这个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 那怎么就衡量劳动呢 马克思想了个办法 他用什么呢 用时间来衡量 用时间来衡量 也就是时间量 他决定了劳动量 劳动量决定了价值量 价值量最终决定了价格 那也就是说 我劳动时间越长 我的劳动量越多 价值越大 价格越高 我劳动的时间越少 劳动量越低 价值越少 价格也就越低 它是这样的 而我们刚刚说过 率先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企业 它生产单个商品 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 它远远低于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对不对 所以这就使得 它的时间量 是不是更少 进而决定了 劳动量更少 更小 对不对 进而决定了 它的价值量 是不是更低 所以的确 它的单个商品的 个别价值 就是低于社会价值 说白了 就是它成本更低 B正确 C可以获得超额 生产价值 你看它的成本更低 成本更低 就是别人 别人一个手机 它的成本是2000 你的成本 现在只有它的一半 是1000 然后大家出售的价格 比如说都是 以2500来出售的话 它成本2000 以2500出售 它只能挣500 你能挣1500 那么你挣的利润 比它那边 是不是多了1000 这个不就超额 生产价值吗 所以没有问题 ABC选选 D在商品交换 是不受价值规律的制约 受不受 受 哪怕即使是形成垄断 即使形成垄断之后 也依然会受到 价值规律的制约 因为价值规律 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 什么叫一般规律 就是你只要商品经济 你只要是市场经济 一定会受到价值规律的制约 第二十题 体干特长 我们看第三行 从二世纪70年代起 随着资本与经济陷入智障 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 西方国家普遍走上了 强化市场机制 弱化政府干预的道路 即什么 这道题的体验在哪里呢 体验就在于 强化市场机制 弱化政府干预 就在这里 那么你只要理解了这个 你再去看选项 很好做 A说通过强化贸 强化贸易保护 减少贸易利差 来你告诉我 强化贸易保护 怎么才能强化 我怎么才能保护 本民 本国的这个民族工商业 提高关税 关税谁制定的 国家 政府 所以强化贸易保护 实际上 它是在强化 政府的职能 它并没有削弱 政府 弱化政府职能 对不对 所以A 它刚好反了 不能选 不符合提议 而且 B 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 来提升经济的竞争力 本来这个企业 是国有企业 掌握在政府的手上 那么政府就可以利用 这个国有企业 来影响经济的运行 结果现在国有企业私有化了 是不是就弱化了 政府的干预了 强化了市场机制 是吧 B正确 C 通过福利制度改革 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 政府的财政负担减少了 那其实也就意味着 政府的责任减少了 责任跟义务是相对的 所以你现在 你把责任都甩开了 那你还有权利管我吗 没有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老师 本来这个老师的工资应该政府发 现在政府为了减轻财政负担 他不发了 让学校自主去 自己去想办法 老师自己去想办法 好 你都不给我发工资了 那你还 你还管我吗 我还需要你管我吗 不需要了 我都不需要你管我了 那对政府来说 是不是弱化了政府的干预呢 也是呢 C正确 D 通过放宽对经济金融的管制 释放经济活力 你看直接都说了 放宽管制 这不就弱化了政府的干预吗 所以D正确 21题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这个咱们书上有 但是我估计很多同学呢 应该没有去认真学习过 很简单 新经济政策 就类似于现在的中国的现行政策 类似于我们改革开放之后的现行政策 能不能理解 那么新经济政策之前的那个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以及后来的480模式 它就类似于我们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经济政策 那么一般主要考新经济政策 对不对 所以只要停不考新经济政策 你就联想一下现在的中国 我们是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是这样 你就选就行了 你看粮食税制取代余粮收集制 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 是不是也是粮食税制 是的 只不过现在没有说了 是吧 我们2006年的时候取消了黄粮国税 2006年取消了黄粮国税 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 从82年一直到2006年 我们是一直需要去交粮食税的 它也是交税 那之前呢改革开放之前 我们也是余粮收集制 所以一模一样吧 是吧 A是正确的 B允许私人自由贸易 恢复商品货币关系 来告诉我现在的中国 我们允不允许私人自由贸易 允许 它有没有商品 有没有货币 有 也选 C允许私人小工业企业发展 我们现在允不允许 也允许 我们不仅允许私人小工业发展 我们还允许那种 垄断性的那种 不能说垄断 那种跨国性的大公司的发展 是吧 我们比苏联的那个新经济政策 又向前走了更大的一步 是吧 也就是我们比新经济政策 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就是新经济政策 是吧 所以只要碰到这个题目 问新经济政策主要内容 你就想下当下的中国 我们有没有实行那种政策 如果我们有 你选就行了 你再看那个题 说实行建立 社会主义大工业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里就有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 这里就不能去套 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五年计划 但是我们不叫计划 我们叫规划 是吧 十四五规划 那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是不是也是在 社会主义时期 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 所以这个 第一它是什么时候呢 1928年之后 1928年10月份 应该是 如果没记错 这个时候 列宁已经去世了 斯大林上台之后 他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给彻底的废除了 然后实行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体制 最终逐渐形成了 斯大林模式 或者叫苏联模式 所以他这个 这个就是属于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 这个经济模式 也就是我们这个 改革开放之前的 经济模式 学习的是苏联模式 学习的是斯巴林模式 我们改革开放之后 改革开放初期 其实学习的是新经济政策 但后来就没法学了 是吧 后来苏联都垮台了 我们就是自己摸索 他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第一错了 22题 马克思对中国话指什么 很简单 马克思对中国话 你写一个什么呢 马岛中 或者马指中 马 岛中 写了吗 什么意思 就是马克思对指导 中国革命实践 指导中国建设 指导中国改革 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问题 这不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吗 你看 A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问题 怎么去研究 怎么去解决 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对 所以第一个就是马岛中 B 总结提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经验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包括增添新的内容 这就是什么呢 中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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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 把它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是吧 这不就是中国的经验 变成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吗 中变马 C 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 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是什么 通俗马 通俗化 是吧 通俗化 所以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三个内容 一 马岛中 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 二 就是把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经验 把它变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 所以有了毛泽东思想 有了邓小平理论 有了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以及新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理论思想 第三个就是通俗化 你看他说运用喜闻乐见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 什么语言 不就通俗语言吗 通俗化 大白话 你不能搞忒深奥 老百姓听不懂 可不就通俗化吗 所以马克思就是中国化 你就记住这几个就行了 马岛中 中变马 通俗化 那个D肯定不能选 D的问题在哪里呢 D说 吸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通的内容 推动中国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说法正确 但它跟题目没有关系 因为题目是在讲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对不对 主旨是在讲 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而D选项的主旨是在讲什么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 一个是在讲 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一个是在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 它能一样吗 主旨都不一样 所以不能选 23题 不断夯实党的长期执政基础 那么共同富裕是什么 共同富裕是什么呢 A 全体人民的富裕 正确 B 人民群众 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 都富裕 正确 C 同等富裕 D 同步富裕 对不对 C跟D就错了 同等富裕 同步富裕 其实都是在追求绝对的公平主义 都是在追求绝对的公平主义 追求绝对的公平主义好不好 好 但它带来一个问题就是 它会使得部分人丧失了劳动积极性 因为什么叫绝对公平 就是我劳动跟你不劳动 拿的一样多 那才叫绝对公平 你一天工作12个小时 我一天啥都没干 最后 你一个月拿一万 我一个月也是拿一万 这叫绝对公平 那只要是追求绝对公平 一定会使部分人 甚至整个社会 都丧失劳动积极性 因为我干多干少 干与不干 我获得的都是一样 那我干它干嘛 我为什么要劳动 所以这个 同等富裕 同步富裕 不可取 实际上这里面 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 一直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公平跟效率 如何去兼顾的问题 你要追求公平 势必就要牺牲一定的效率 你要追求效率 就一定会忽视公平 改革开放之初 就是从改革开放前30年 从这个78年改革开放 到2012年之前 这段时期 我们一直都在追求效率 我们在追求发展 追求速度 我们忽视了社会公平 所以使得整个社会的贫富悬殊 在不断的拉大 从2012年 习大的登台之后 我们现在开始反过来 开始追求一定程度的公平 那么你追求公平 它也就一定会使得 效率有所降低 即使是这样 我们追求的公平 也只是相对公平 追求的只是相对公平 我们没有办法去追求 没有办法去实现 绝对的公平 也做不到 是吧 做不到 只能去追求相对的公平 那么这个相对的公平 就是全体人民都富裕 大家的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都富裕 但并不意味着 我跟你一样富裕 是吧 也就可能你一个月能挣三万 我一个月能挣八千 我们都富裕 至少我们日子都过得还行 马云一年能挣几个亿 几十个亿 我一年能挣几十万 也行啊 是吧 他那么多的钱也没有用啊 他用不出去 我几十万 我也能过很好的日子 这就是什么 全体人民的 这个这个富裕 是吧 但他不是同等富裕 同等富裕 那就是我挣多少 你挣多少 他也不是同步富裕 就是还是要允许一部分人 先富裕起来 你得允许马云啊 王健林啊 这些资本家 或者允许一部分 有技术 有能力的人 让他先富裕起来 先富代后富 不能同步富裕 所谓同步富裕 就是上海已经那么发达了 是吧 贵州 云南 啊 这个这个 这个广西 是吧 青海 还那么穷 不行 是吧 必须把这个上海的发展速度 给他降下来 然后把这个上海的钱 啊 不再投了 全部都搞到西部去搞建设 这就叫同步富裕 也是错的 二十四题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是事关我国新时代发展前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那么它是什么 实际上在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依据啊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依据 那依据什么呢 依据是条件毛规啊 条件毛规 哎 不这个件 条件 毛 规 第一个条是什么呢 发展条件的变化啊 发展条件的变化 所以A正确 见识指什么呢 见识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 B正确 毛是指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要求 C正确 规 是指 经济发展规律的 类在要求 所以正确啊 条件 毛规啊 这些东西没法讲 没法 我没法去跟你 把它讲得很仔细 为什么是这样的 不是类型的 因为他们 这些东西就这么规定了 是吧 这有些东西 我能讲的 我尽量去讲透 有些东西实在没办法去讲的 我也没办法 二十五题 爱国者治港 怎么着 一国两制 方针应有之义 核心要义 你反选啊 这个选项没有毛病 你选就行了 B香港的第一要务 立身之本 错了 香港的第一要务是什么 发展啊 这胡锦涛说的 胡锦涛说 发展是香港的第一要务 C香港回归祖国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后的一个基本 政治伦理的和政治原则 也选吧 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事关香港长期稳定繁荣的这个根本原则 也选 26题 社会保障 我们讲下来个C啊 国家安全的根本 错了 国家安全的根本是什么 政治安全 所以来看屏幕 在国家安全中 人民安全是宗旨 国家 政治安全是根本 国家利益之上是准则 单选考点 经常考 做个笔记 27题 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推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在于什么 A 十月革命发生在其国情跟中国相同或近似的俄国 因而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A是正确的 就这个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前 它的这个基本国情跟中国类似 俄国十月革命之前虽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但它是资本主义链条里面最薄弱的一环 它也非常的贫穷落后 但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俄国 它居然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建立了一个社会的国家 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所以给我们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这个特殊的吸引力 因为中国国情跟它相通 跟它一样 我们之前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其实它的一个失败 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效仿的是美国 但是美国是发达资本的国家 它的国情跟中国压根就不一样 现在终于有那么一个国家 国情跟中国基本相同 这个国土面积也非常大 人口也非常多 它居然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 最终去建立了一个社会的国家 很震撼 所以这个A正确 B 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的俄国 号召反对帝国 你看当时中国是不是也在反帝 它号召大家一起反帝 跟中国的你看观点是不是差不多 然后以新的平等姿态来对待中国 这跟其他国家就完全不一样 是跟其他世界列强完全不一样 其他世界列强都想来欺负我们中国 讹诈我们中国 想在我们中国搞点好处 但苏埃俄国呢 他以平等的姿态来对待中国 他不欺负我们 不讹诈我们 还把我还拿我们当朋友 这样的话 是不是会引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特别好奇 你为什么是这样 你为什么跟他们不一样 那别的同学都欺负我 你竟然不欺负我 你怎么这么好 你这么有教养 这么有素质 那你爸是谁呢 你爸是马克思 你这么好是因为你有马克思的指导 于是他就有力的推动了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 也去找这个爸爸 那么这个爸爸就是马克思 那其实也就是推动了这个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C 十月革命中 俄国工人农民士兵群众广泛发动 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 基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 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遵循的主义 这其实就是理性 我也行 说 因为这个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 他怎么成功呢 他是工人农民士兵群众广泛运动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干 我们这样去干 那俄国这样干 他能成功除了工人农民士兵群众以外 他有什么呢 他有马克思主义指导 那我们也要去遵循这个主义 于是我们也要去研究马克思主义 所以ABC都正确 第一 十月革命一举推翻沙皇专制统治 错了 这是一个史实的问题 你不会不怪你 因为我们确实没讲 这个政治书上没有 然后呢 如果你高中不是学的文科的话 你确实不知道 他这个沙皇统治是由谁推翻了 俄国的资产阶级 俄国的资产阶级在二月 就1917年的二月 发动了二月革命 推翻了沙皇的君主专制 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 然后建立了一个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然后到了1917年的十月份 就当年的十月份 列宁又领导了工人阶级 去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 然后建立了一个苏埃俄国 所以在1917年 俄国实际上发生了两次革命 发生了两次革命 它类似于中国的 就是那个二月革命 类似于我们的辛亥革命 我们的辛亥革命 不也是推翻了这个封建君主专制吗 然后建立了一个南京临时政府 对不对 它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辛亥革命 虽然后来失败了 但是后来这个胜利的果实 又被北洋军法给窜取了 后来又被这个南京国民党反动派 新军法取代了旧军法 还是这个非常黑暗 但是俄国他二月革命之后 资产阶级革命之后 直接过了几个月 立马就展开了社会的革命 28题 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事业 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 最忠诚的合作者 最忠实的继承者 中国共产党怎么着 A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反帝反风的 民主革命纲领 A是正确的 很多同学没有选 因为他在想 中共一大成立的时候 不是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反风的 革命纲领吗 但你注意提干选项里面说的是成立之初 他没有说一大 A选项要是改一下 说在党的一大就提出了反帝反风的 民主革命纲领 能不能选 不能选 因为是二大提出的 一大立党 二大立纲 二大才制定了反帝反风的民主革命纲领 但是这个选项里面说的是成立之初 他并没有说是一大还是二大 所以他能选 这就相当于说 我说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怎么着怎么着 我说我小时候 难道就一定得是一岁的时候吗 他就不能是二岁三岁的时候吗 我说我读中学的时候 一定就得是高一高二吗 不能是初一初二吗 他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 他并没有明确的指出 所以A能选 B从孙春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 帮助国民党完成改组 正确 在建立的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宣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给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这个大革命就是北伐战争 的确给北洋军阀沉重的打击 第一不断实现发展的 孙春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这个伟大报复 孙春山先生和革命先驱的这个伟大报复就是什么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那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一直在围绕这个目标 这个主题在不断的奋进呢 是的 所以没有错 选 ABCD 29题 中国人民白山黑水之间的这个奋起抵抗 怎么着 你注意啊 他讲的是什么时候 讲的是918之后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 A 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正确的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展开这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个国家 B 标志着中国由此进入了全民族抗战阶段 错了 应该是七七事变或者是卢沟桥事变 才是进入到了这个全民族抗战 918事变标志着日本局部侵华 我们局部抗战 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 我们全面抗战 他是这样啊 七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啊 C正确 D直接促成了国共两党的二次合作 错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的二次合作 不是不是这个918啊 30题 诚信诚信是什么啊 观点一啊 你写个观点一就行了 或者是得观点观点一都行啊 观点点一或者得观点观点得都行啊 来看屏幕不要写错了 得道德的得观价值观点民法点啊 所以观点的得观点或者观点一都行 所以诚信是什么 一是道德规范 二是是什么 核心价值观 三是点什么点 民法点啊 选ABC D说贯穿中国革命道德史中的一根红线 错了啊 全新权益为人民服务是贯穿中国革命道德史中的一根红线 写下 做个笔记 全新权益为人民服务 全新权益为人民服务是贯穿中国革命道德史中的一根红线 三十一题 科学指明中国特色社会理法治前进方向的是什么 什么才叫前进方向啊 啊 那就全民依法治国 他由谁来领导 说啊 谁来掌舵 然后依靠谁 走什么道路 这才是方向问题 对不对 所以那么靠谁领导 党来领导 所以选A 啊 然后那个依靠谁 依靠人民 所以要以人民为中心 啊 为了谁为了人民 所以以人民为中心 是吧 然后这个走什么道路 走中国特色社会理法治道路 所以选ABC啊 那么那个第一线之国 一一线之国 一线执政 这是前进方向呢 还是战略地位工作布局呢 啊 是哪一个 工作布局应该是 应该是战略地位工作布局啊 简直一下就是战略布局 应该是这个 因为这个题材里面说了嘛 全民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 战略地位工作布局 是吧 那么指明的这个前进方向 其实也就政治方向 那就是党的领导 还有人民为中心 还有法治道路 是吧 这三个 第一应该说的是工作布局啊 32题 又是在讲浙江 是吧 浙江共同富裕 示范区 有利于通过实践 进一步丰富 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 嗯 也是正确的 B 探索破解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 正确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主要矛盾 主要来源于就是贫富悬殊 社会发展这个 发展成果 不能由人民共享啊 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 搞共同富裕示范区 实际上就是要去探索 破解这个问题啊 C 在全国为全国推动 共同富裕 提供了省域范例 嗯 浙江它是示范区吗 啊 那就是做给全国看的 是吧 D 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 中国特色社会的制度 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啊 也正确ABCD 全选 33题 是不是上谈可以说过 在上套卷 生态文明为引力 是吧 因为生态文明是理念 理念为先 理念先行 所以是引领 绿色转型是驱动 因为绿色转型具体讲的是怎么做 所以它是驱动 人民福祉 人民回顾到人 人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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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 哎不对 不能说基础啊 人是目的 对不对 所以是中心 国际法 它是前提 是基础 所以ABCD之前都讲过 好来 咱们做一个课程回顾 大家把书合上 把书合上啊 我们来做一个课程回顾 实践是什么活动 意识活动吗 不对 是客观的物质性活动 对吧 第二个 马克思对中国话指使吗 刚刚说过 马克思对中国话 一 它是 一是什么 马倒中 对不对 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 二是 中变马 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 把它上升为马克思主义 三呢 通俗化 通俗化 香港的第一要务是什么 发展 四 国家安全中 什么是宗旨 什么是宗旨 宗旨一定要回归到人嘛 之前讲过 所以是人 那就是人民安全是宗旨 什么是根本 政治安全是根本 什么是准则 国家利益之上是准则 是吧 标志着中国人民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的事变是什么 卢构桥事变或者七七事变 诚信是什么 观点德 是吧 观 观什么 价值观嘛 核心价值观 点什么 民法典 德呢 道德规范 主要是指职业道德 八 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真诚中 引领是什么 什么是理念 我刚才说了理念先行 所以它是引领 什么是理念 生态文明呢 这是理念 驱动 讲的是实际怎么做 那实际怎么做呢 绿色转型 什么是中心 中心要回归到人 人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以人民扶持为中心 基础呢 基础是前提 前提是国际法 上案 好 这是 订阅 来